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把它放到饼干的模具里面 用手指按压 填充满模具 把软糖压出饼干的形状 有点像在玩黏土呢 取出来的时候把它往上顶 不过一定要非常小心哦 那独角兽呢 只需要用到一颗软糖就可以了 把它捏成一块稍微胖一点的圆形 放进去之后用拇指按压 向四周拨开 取出来的时候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稍微有点变形 我们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唾沫之后可以把它放在糖果纸上面 这样就不会粘住盘子了 我们要拼的图案是一条彩虹 但是呢我想来挑战一下 把它修改了 看看是什么呢 模具要卡在这条缝里面 把它固定住 拼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小链子来放糖里 你们看出来了这是什么图案吗 当当 这是一个蝴蝶绝 好了 我们再来拼一下这只独角兽 粉色的角和眼睛 蓝色的尾巴和粽毛 接下来再把前面的软糖铺上去 用手指均匀的按压 不能太大力了 独角兽的这只也是一样的 这颗软糖分成两半 用来粘棍子 让小棍子牢牢的粘在棒棒糖上面 做到这一步就快要完成了 接下来呢放到冰箱里面冷藏5-10分钟 冷藏好了之后就可以脱模了 按压这些小糖粒的位置 然后轻轻的取出来 耶 成功 独角兽的也成功脱模了 这看起来很像是一只在奔跑中的独角兽呢 看它的前腿呢是向后弯曲的 看起来有点梦幻很漂亮呢 饼干形状的棒棒糖 上面的蝴蝶结 我是参考包装上面的图案来拼的 你们也可以拼成其他的图案哦 那这两个棒棒糖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我喜欢独角兽的这个 你们呢 好了让我们来尝一下棒棒糖的味道 嗯 是草莓味的软糖 上面的小糖粒呢酸酸甜甜的 好吃 那DIY棒棒糖食完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 还有关注我们的频道哦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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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